国际风味评鉴所日前公布了2024年度 全球食品界的奥斯卡奖世界顶级美味大奖评选结果 上海一家企业生产的海盐太飞糖 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数千种参选产品中突围 荣获该项大奖的最高星级奖章 国际美味奖三星奖章 1月30日中兴社记者实地探访了这家企业 负责人王一平出生于1954年 来自台湾台北 早在1996年他就来到大陆经商 2004年起扎根上海 采访中王一平告诉记者 当年刚开始做牛嘎糖生意时 订单量之大让他深感震撼 没有想到当时中国大陆需要的这个量非常大 一次的一天的要求我要两顿 怪怪这个两顿什么概念 到现在我讲回去给这个台湾的朋友听 没有人会相信 从那以后 王一平一心铺在牛嘎糖生产上 从刚开始的纯手工生产 到后来的半机械半手工 凭借对品质的精益求精 企业在行业中名声荐起 原祖食品 来一份 河马 良品铺子 皮椰咖啡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 纷纷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摊集今年获得国际美味奖三星奖章 王一平激动地告诉记者 这是国际食品界的最高荣誉 比利时的国际食品奖 他一年也只举办一次 他们有99个米其林的师傅 眼睛蒙起来 盲测 藏所有新的产品 你觉得这个东西不错的 当然最基本的 第一个就是没有香精香料 那盲测下来 既然我们是得了平均在91分以上的 最高的三颗星 当然进入到国际的市场 也会让人家认同 Mate in China并不是差 Mate in China也有好东西 王一平说 能将中国产的食品贴上国际认可的三星奖章 令他很有成就感 产品获奖后感觉责任也更大了 下一步公司将扩大生产规模 带领员工走向更高峰 此外 他表示 自己虽已年欲七旬 但干净十足 呼吁更多人活到老 干到老 我五四年生的嘛 其实一般人讲早就应该退休了 那我有没有做这个退休的打算呢 事实上我的思维呢 跟人家不一样 活到老做到老 那其实现在世界的年龄内 活的年龄时间越来越长 你五十岁退休 你活到平均活到八十岁 你还有三十年 这个真是很精华 我也希望说让这些人也不要想 我就要等退休 我就要等退休 让大家一起 毛起来干 那肯定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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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不得了 我算不得了 那肯定不得了